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6日 现在中国几乎进入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动不动就有人给别人扣着帽子 商有不同意见 就开始这个围攻 就开始整人 而且整人这个手段是极其的卑劣 你看这个今天看到海外的多微网 今天发条消息 这很奇怪 这篇文章应该讲是比较敏感的 多微网竟然发出来了 说是中央党校有个教授叫刘宜盈 他发了个声明要退出微博 你想微博很好 能够及时的发表人的一些观点 互相交流 这个应该是不同的观点碰撞 这才有意思 现在中国不行 现在是习近平搞这套东西 极左路线造成什么 造成这个社会人人自卑 你稍有不测就惹了事的 都是因言获罪 网络消息5月6号发布了 当天凌晨5点钟 说是这个刘宇盈 作为一个党校教员呢 在这个声明 发了声明了 什么声明 从今天开始 我的微博停止更新了 他以前总发微博 发个各种观点 这很好 现在不干了 而且呢 要从手机里 卸载啊 这个微博软件了 要闭门读书 说该结束就要结束了 这个就此呢 就是和大家就是道别了啊 就感谢各界网友 对他的关注 那么这个 而且6号的凌晨4点钟 他说呢 他发了一条微博的讲 说让人讲话 天不会塌下来 这什么意思 就在不满吧 是吧 因为他以前发表一些观点 遭到这些 小粉红们的 这个威攻啊 就很吓人啊 就像那个 文化大革命一样 你要有什么观点 和别人不一样 假如这是你 你这个涉及到毛泽东了 那就得抓起来 杀头 如果不是涉及到毛泽东 你和别人不一样 也有可能招致麻烦 他这里引用这个词啊 就让人讲话 天不会塌下来 是毛泽东讲的 毛泽东也是讲一套 做一套 毛泽东讲百花其放 百家正宁 但是你一旦讲话 他认为不中天 他就给你抓起来了 毛泽东讲 天塌下来 不会塌下来 但他为什么还给人家 刘少奇抓起来 是吧 还给人家林彪 吓跑了 是吧 算死了 温度罗汉 还整了那么多人 包括习近平的老爸 整18年 是吧 毛泽东也是两名牌 这个两名牌的形成 主要是政治制度造成 因为权力这个交集 没有一个和平机制 他把他手里 权力叫别人夺去 那怎么办 就整别人呗 所以为什么习近平总搞这个让这个领导干们学习两论嘛 矛盾论 实践论呢 他就是要鼓动官员们斗 你斗 就是把它梳计起来 是吧 你要不斗 你们团结起来和我斗 我下台你们上来整我怎么办 是吧 这是实际上是个政治体制的问题 说根据这个网络截图显示 就刘玉英是在5月3号 他发了什么文章和加拿大有关系 这个我可以讲一下 他讲到加拿大这个就是医疗啊 医疗福利这个制度 他认为这个福利制度比较好 他说加拿大的医疗制度完全是全民平等 人人一张免费的医疗卡在手里 总理小土豆和种地的农民手里拿都是一样的医疗卡 看到这条消息 我想起前些日子看到一条布告的阔湖 享受腹部级医疗待遇 他这对中国医疗制度表示不满 中国是搞特权 按照这个领导人的官大小不同的级别 你看那高级领导干部有病以后 就在高肝病房整天赖着 也不回家在里边 有人伺候天天啊 甚至发脾气等等 这个本人是太有体会了 过去在体制内工作48年 有很多老干部 就不常年都在高肝病房里面 那些护士啊 什么医生都为了他转 这是一种特权啊 是不公平的 加拿大没有这套东西 的确 他讲的是对的 这个加拿大的福利制度是一个人一个医保卡 这个卡拿着你去看病啊 如果你收入比较高 你就是看病的时候 检查费用不花钱 给你看病各种设施啊 什么X光啊 什么 这个 这个有一些透视啊 什么是吧 还有一些心电图 什么脑电图啊 反正是你医生给你开的 应该检查的都不花钱 但是要排队 有的时候等很久 因为你不花钱人就多嘛 这个效率比较低 的确是这样 也不能说是完美的 因为缺点 家庭有些医生 家庭医生为了拿这个 这个诊断的费用啊 他诊断你一个人三十块钱呢 那个一卡一扎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是公家拿 新大税人拿 有些医生就 草率从事不负责任 也有这样 但大部分还是好的啊 我自己的医生就非常好 不论男女老少 他都认真看 有的就是说 三爷两宇 你拿不好啊 好 你要什么药啊 就完事了啊 但是药是也是花钱的 但是你如果收入少 你就可以有这个请求 这个补助啊 就免费 这都是这样 过了65岁了 就是到我这个年龄呢 你要也不要钱了 但是我现在有的时候 冷战付费用了 他不问我就给他付了 为什么 我就想我来十年了 这个享受这么好的待遇啊 也应该做点贡献 就不要去计较这 这三十五十的 也没有多少钱 我要讲的是 我就是加拿大医疗 确实是好人 人平等 没有特权 你不管多大的官 你是有钱 没钱 是长得好不好 是吧 你是什么官 都一样 这个刘玉英教授 讲的太对了 符合加拿大的时机啊 一卡在手 什么小土豆 种地的农民都一样 种地的农民更有钱 你看种地的农民 农场里边 加到好几台车 你说错了 最有钱就是种地的农民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刘玉英教授 他讲这些事情啊 我认为是好的信息啊 就没有理由指责他 你看就因为 后边他讲了一句话 就是享受复古几个待遇 这个事就是批评了 中国的政治体制了 那当官打弄 所以当官操控这个媒体啊 你不要看这些什么小粉红 那都是当官控制出来 他有网警吗 网警吗 网络有警察 警察就被 我给你找些人 就开始争议了 说你的思想有问题 他对党不满 然后再联系到他本身 你是党校的教员 竟然是两面人等等啊 的确现在中国这个 别说党校 几乎所有的这些领域里都是两面人 不同程度的两面人 只有什么人是一面人呢 你手里有权的是一面人 你是真正应付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这套对你有好处 是吧 但是你只要一出事 被抓起来 算归 你马上变成两 又开始恨共产党了 处于自私 对不对 这个没什么奇怪的 所以因为他发表这个 微博结果就造致了什么 造致了一些网民的 网络的攻击 给大家看看 你看 他自己在网络上 发这么一个消息 他遭到了攻击以后 这些指责他的言论 非常极端 我看了一些内容 这些小粉红 反倒声称 他的言论不识 明明他讲这实话 但是这别人 就是给他强加一些 很多的这个罪名 还联系到平常更多的内容 甚至什么呢 甚至把他给说成什么呢 满脑子 从阳没外的思想 长期在意识形态里 扮演两面人 甚至把他这个什么 把他这个身上穿着衣服 多少钱 什么背什么香包 什么都联系起来了 说他开始就怀疑他有问题 你看 有一些网民呢 把他这个个人照片 发出来了 当然他以前发表在网上 有照片吧 出去旅游啊 说他出游的时候 一身 这个就名牌啊 几十万 皮带啊 几万 名贵的包包 手表 衣服 住五行酒店 坐豪华游轮 说他这个 甚至他一款 一款那个肩包啊 是香奈儿的 应该是 好像是六万多 多元啊 等等 我也不懂这个东西 这意思是 他这个东西太昂贵 其实就想什么 想整他 你看就因为他言论 和别人不一样 就发表这么个言论 指责了体制 就招致这个 这个结局 多可怕 伴随着个人 信息不断泄露 以及甚至网民 挖出刘玉英 丈夫和女儿的信息 你就想一下 这是什么 这不就文革吗 那人家是大学的 党学的教员 教授就不可以 毕竟是个女性 就不可以 穿着漂亮的一份 背个好的包 是不是 他毕竟不是官员 是不是 你没有必要 因为言论不同 就开始对人进行审查 是吧 那么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可能精神压力太大了 受不了 结果就宣布什么 删除微博内容 发表上出声明 这是他在一个 可能游船上有个 拍一个照片 长得还挺漂亮 挺端壮 这么一个女性 刘云 我认为没什么不妥 一个女性 你说稍微有点 装视频 不很正常 没人都是这样 是吧 有什么理由 去增加这么多怀疑 但这里隐藏了 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能有关部门 就因为他发表这个观点 就开始恐惧了 就可能开始对他进行 什么政治审查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就像这个蔡霞 不就发表那么的几个视频 讲一讲 这个党内的一些斗争情况 然后最后就给他 给他的这个 个人账号都插封了 你根本没有理 没有道理 对不对 那个人账号 是他多年的辛苦 这些薪水 和他发表这个观点 就不相干的 是吧 要尊重他这个 个人的隐私 个人的收入 结果呢 中共也整他 就表现了什么 就习近平 这个所谓新时代 就旧时代 文化大革命这套东西 别人稍有不同的观点 就开始什么 搞文化大革命 就开始 这个要整肃人家 给你强加的大帽戴上去了 其实 根据网络的公开材料 说刘一盈这个人 非常好 他是辽宁人 83年毕业北京大学 我是82年毕业 他是79级的 县位中央党校 党建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 著有领导者公信力 出版书 还有给领导干部提个行 工作要敢于负责 关键在于落实 落实要讲方法 做事要讲规则 领导什么大学问 还有这个诚信 决定存亡 考官 谈面试等等 我估计可能有些书都是编撰 不一定都是个人写的 这不算什么 关键是什么 这次终于这个应言获罪了 因为讲的话领导不爱听 可能这个在线的这个政治整肃运动当中就可能成为了八字 这是很灵人悲哀的一件事 写思的是什么 全面的中共的集权统治的大倒退 知识分子都成了进攻子鸟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